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們好 歡迎來到國立台灣大學圖目工程學系的 結構耐震設計導論課程 那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MedLab Introduction 那首先呢當我們開啟我們的 MedLab 的時候 會看到我們的視窗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的 Common Window 就是我們輸入指令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直接呈現出結果的地方 那第二呢就是我們的 Workspace 當我們在 Common Window 就是宣告我們的變數的時候 就會在 Workspace 當中呈現出我們的變數的名稱 然後也會呈現出我們變數的數值 所以它就是各種參數的列表 都可以從中看到就是參數的數值 那第三呢就是我們的 Current Folder 那 Current Folder 就是說我們執行的路徑所在的資料夾 那所以呢在 Current Folder 當中可以看到 我們資料夾當中的所有檔案 那第四呢就是我們的 Command History 也就是說它會顯示出我們所有執行過的所有指令 那再來第五呢就是我們的 Toolbar 那 Toolbar 當中呢譬如說這邊我們可以新建 那我們也可以儲存執行開啟檔案等等 好再來當我們在使用 MedLab 指令的時候 當我們遇到困難時都可以使用 Help 或是 Dock 的功能來尋找解決 例如說呢當我今天不知道 Figure 這個指令在幹什麼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在 Command Window 裡面打上 Help Figure 那它就會告訴我說當我使用 Figure 這個指令的時候 需要注意什麼樣的事項或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可以使用 Figure 好那現在就為各位同學示範一下 Help 這個指令 那首先呢先看到這裡就是如果我們在 Script 檔案當中呢 打上兩個 Percent 就是指說我們的指令是想要 希望它可以分段執行的 那如果我們按下 Run Selection 的話呢它就可以執行 就是我們現在框選的特定段 可是如果你直接按 Run 的話呢它就會執行完整個 Script 檔 所以也就是說它會執行完你全部 直接執行完到最後這邊 好那現在就先來示範我們的 Help 指令 那如果現在我們想要 Help Figure 的話呢 就直接在 Script 檔裡面打上 Help Figure 那當我們按下 Run Section 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 Figure 這個指令的敘述就會呈現在 Command Window 裡面 或是說呢其實我也可以直接把 Figure 這個指令 狂選以後按下右鍵 然後 Help on Selection 它就會出現 Figure 這個指令敘述的視窗 好再來就是變數的命名 那 Malab 的變數命名呢必須要以字母來開頭 那接下來其他接下來的部分呢就可以是數字或是底線 然後 Malab 它會辨別就是字母的大小寫 所以舉個例子呢這四個 Tau 就是會是四個不同的變數 因為第一個跟第二個呢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字母會有大小寫的區別 第二個跟第三個呢會看到說每個字母上都是有大小寫的區別 那第三個跟第四個呢就是因為後面有加個底線加1 所以它就是不同的變數 那接下來呢為大家介紹一下 Malab 常用的指令 那第一個呢就是 CLC CLC呢當我們在 Command Window 打上 CLC 它就會把就是我們 Command Window 所有執行過的指令就把它消除掉 那如果在 Command Window 裡面打上 Clear 的話呢 則會把我們 Workspace 當中儲存的所有變數就把它消除 那如果說我只想消除單一一個變數呢 那我就可以比如說消除 A 這個變數的話 那我就按打 Clear A 它就會把 A 這個變數的記憶給清除掉 那 Close 呢可以關閉就是比如說我們跑出來的 Figure 那豆號呢則是說 例如說我今天要打一個列項量好了 那我可以在就是藉由豆號的方式 然後來分開我每個列項量當中的子元素 那或是我也可以藉由空白鍵就是達到相同的目的 那分號呢就是當我在 比如說我不想使我的螢幕顯示出我的結果 或是說我可以在標示陣列中新的一列 那 Ctrl C 呢則是說 如果我們在執行一個很龐大運算的程序 那如果我想要就是終止它的運算的話 就可以在 Command Window裡面打上 Ctrl C 就可以終止我的運算程序了 好再來 MATLAB 指令呢 因為它所處理的資料是一個就是主要為長方矩陣 所以所有的變數也均是以就是矩陣的形態呈現 因此呢這也是 MATLAB 最大的特色之一 那首先呢就先為各位同學介紹我們的 Column 一個 Column 的指令 如果今天有個 X 列項量 那如果我是打 X 等於 J 到 K 的話 然後其中 K 大於 J 那也就是說我要從 J 到 K form一個以一為間隔的列項量 所以它出來的數值就會是 X J J 加 1 J 加 2 然後一直加到 K 那如果今天我打的指令是 X 等於 J 冒號 I 冒號 K 然後其中 K 大於 J 的話呢 那它就會 form出一個 X 然後從 J J 加 1 J 加 I J 加 2 I 然後一直執行到 J 加 MI 那其中呢 M 就是 K 減 J 出於 I 的整數部分 好例如說如果我今天打 X 1 冒號 9 的話 那就是 1 到 9 然後以 1 為間隔的一個列項量 所以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會是像這樣子 好那如果我打 1 冒號 2 冒號 9 呢 則是說我希望從 1 到 9 然後以 2 為間隔來 form一個列項量 所以出來的結果就會是 1 3 5 7 9 那如果今天我是 4 冒號-1 冒號-2 則是說我希望從 4 到-2 當中 就是以-1 為間隔來 form出一個列項量 所以出來的結果也就會是 從 4 一度 D 減到-2 的一個列項量 好那如果今天我有一個指令是 X 等於 2 到 4 到 13 那所呈現出來的結果為何呢 好因為今天我最後一個數字是 13 那第一個數字是 2 所以我們藉由 M 等於 13 減 2 出於 4 會得到是 2 所以實際上我的 X 就會是 2 然後 2 加 4 2 加 2 乘 4 那所以呈現出來的結果 X 就會是 2 60 好接下來為各位同學示範第二個例子 那假設說今天我不想從 1 開始 我可以從 1.1 開始 然後一路冒號到 4.1 那實際上它就是 1.1 開始然後到 4.1 結束 然後當中以 1 為間隔 所以呈現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是 X 等於 1.1 2.1 3.1 4.1 那再來呢還有一個常用來就是 form matrix 的一個方式 就是 lin space 那 lin space 這個指令如果我們只打 lin space a b 也就是說它希望產生一個包含 a b 2 點 並分成 100 等份的列項量 那如果我們是 lin space a b n 呢 也就是說我希望產生一個包含 a b 2 點 然後分成 n 等份的列項量 那 0s m x n 呢也是一個我們常用的指令 也就是說當我們打 0s m n 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 m x n 的 0 矩陣 那 0s 的好處呢也就會是說 我們常會用來給予一個已知矩陣大小 但是還不知道它其中矩陣元素的值的變數 所以如此以來我們就可以先決定它記憶體的大小 然後就可以加速說 例如說我們有時候進行回圈運算的時候 就可以縮短我們運算的時間 然後加快我們運算的速度 例如今天有個指令 如果是 x 等於 lin space e 9 5 呢 也就是說我希望 form 一個從 1 到 9 然後總共分成 5 個點的列項量 所以就是 1 3 5 7 9 那如果今天我一個指令上面寫 0 3 2 呢 也就是說我希望 form 出一個 3 列 然後兩行的 也就是一個 3 乘 2 的 0 矩陣 好今天如果 a 為一個 m 乘 n 的矩陣呢 那首先如果 a i 到 p j 到 q 也就是說我希望抓出 a 矩陣當中 di 到 dp 列 dj 到 dq 行的矩陣元素 那如果今天有個指令是 a 冒號 j 也就是說我希望取 dj 行的所有元素 那如果今天我是 a i 斗號冒號 也就是說我希望取 a 矩陣當中 di 列的所有矩陣元素 好如果今天我有個指令是 a and 冒號的話 也就是說我希望取 a 矩陣當中的最後一列的所有元素 那這個呢兩個中括號只是代表說空矩陣 那例如說如果 a and 冒號 然後等於兩個中括號的話 也就是說我希望刪去 a 矩陣的最後一列 那 a plumb 就是一個 transpose 的動作 那 size a 呢也就是說當我輸入 size 這個指令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我說 a 這個矩陣的矩陣大小 所以今天我的矩陣因為是 m 乘 n 的矩陣 所以 size a 得到的就會是一個列項量 然後第一個呢就是我的列數 第二個呢就是我的航數 那如果是輸入 length 這個指令呢它只會告訴我說 就是列數跟航數當中的大值 所以如果我是假設我今天 a 是一個 3 乘 2 的矩陣 那 length a 呢就會是 3 好那今天我有個例子 例如說我的 a 等於 1234 然後分號 5678 分號 3279 所以我 a 所 form 出來的 matrix 就會是 1234 5678 3279 那首先呢我先打一個 size a 的指令 那由於我們的矩陣是一個 3 乘 4 的矩陣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會是 34 那第二呢因為 length 當中會取我們航數跟列數當中的大值 所以今天呢我們航數是 4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 4 那 a 1 3 呢也就是說我希望得到 a 矩陣當中 第一列然後第三行的元素 所以就會是 3 那 a 2 冒號 3 都好 3 冒號 4 也就是說我希望得到 a 矩陣當中 第二列到第三列 第三行到第四行的所有矩陣元素 所以就會是 7 8 然後 79 那如果今天有個指令 是 a 1 然後 冒號 然後中瓜號的話 也就是說我希望得到的是 第一列 然後我要把第一列做一個刪去的動作 所以當我把第一列做一個刪去之後呢 所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 5678 3279 好 那今天有個問題 如果今天呢是 a end 然後冒號-1 冒號1 然後再 end 這樣的結果會得到什麼樣的數值呢 那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個 因為這是前面的指令是在表示列 所以 end-11 也就是說我要從最後一列一路往上 然後到第一列 所以也就是 也就是第三列到第二列 第二列到第一列 那最後呢 end就是指 痘號後的 end 也就是指說我要取 最後一行的意思 所以最後的結果也就會是 984 好 再來呢 今天又有另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 a 等於12 分號34 分號56 b 等於78 那如果 c a 分號b呢 這就是一個 矩陣串接的動作 那所以我們得到的結果就會是 123456 然後最後78再串接上來 那如果今天是 c a 然後 transpose b transpose 接在一起呢 那由於一開始 12345 原本我們的 a 是123456 所以呢就會是 1 3 5 2 4 6 然後最後再跟78做串接 所以得到的 c 矩陣呢 應該就會如上面所表示一樣 那再來呢 c等於 a 然後 2 冒號 然後分號b呢 也就是說 我要取第二列的元素 然後再跟b做一個串接 所以第二列的元素呢 a的第二列元素就是34 然後最後再跟b做串接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應該會是3478 好 然後再來呢就是為大家介紹 就是矩陣的四則運算的一個操作方式 那首先呢看到這邊 就是有一個 matrix sense 還有 array sense 那也就是說這個是矩陣 還有陣列 那矩陣跟陣列 主要的差別是在於說 矩陣是做一個就是 它可以做傳統的矩陣運算 那也可以做一個主緣的運算 那如果是陣列呢 它則是做一個主緣的運算 那到之後的例子 我們會就是再跟大家介紹說 什麼樣就是主緣運算 跟就是矩陣傳統運算之間的差別 那如果是加號的話 就是基本上加減 加跟減呢就是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那乘呢 就是metric sense的話 如果你是傳統的矩陣相乘 那就是直接一個乘號 可是如果你是要主緣運算的話 則是要藉由點乘的方式 那一樣 如果我們是左除的話呢 就是直接打一個左除 那如果是要主緣的左除呢 就是陣列的左除 那就是點除 那後面就依此類推 好 那這邊解釋一下何謂左除跟右除 那首先呢左除就是指說 如果A左除B的話 也就是實際上就是 A inverse再乘以B 那如果是右除的話呢 也就是說實際上就是A除以B 也就是比較就是我們直觀的一個想法 好 這邊有個例子 2x加3y等於5 x加2y等於8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 form成一個就是矩陣運算的方式 所以也就是2312然後xy58 所以我令A等於2312然後B等於58 所以當我需要解xy的時候呢 第一個我可以藉由inverseA再乘以B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1411 那或是呢我也可以藉由A左除B 來得到-1411 那因為前面有說過 A左除B實際上就等於inverseA再乘以B 所以實際上這兩個的結果 是一定是會一樣的 好 好今天有個例子 A等於1357 B等於2341 那今天我先寫下來 A等於 B 3 5 7 那B呢 等於2 2 3 4 1 2 2 3 1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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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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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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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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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20 7 所以是 它的運算方式是逐源運算也就是Element跟Element之間做一個相傳 好 接下來為各位同學介紹自串 那自串就是有數個字元可以構成一個自串 那操作上我們就是輸入字元旁邊然後再加上兩個單引號刮起來就可以了 那一個自串被視為一個列項量來進行儲存 好例如下面有一個例子如果我今天命名自串名稱為str 然後等於helo.com.org.or.ld 然後驚嘆號總共有12個字元 那今天我要求A等於size的str 所以今天因為就是總共有12個字元所形成的這個自串 所以就是說A照理來說應該是一個1乘以12的列項量 也就是說size之後就會是112 那得出來的結果也如我們預期 所以也就是說str儲存為一個1乘12的列項量 然後空格我們一樣把它視為一個字元 那如果我們今天有多個字串變數 然後元素各數不必相等也就是說我們的lens是不必相等的 那如果直接做並排我們一樣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字串變數 好那下面這個例子 今天str1等於bea str2等於uti str3等於ful 驚嘆號 那lens的str1是3 lens的str2是3 lens的str3呢則是4 那str4呢如果今天是str1控格 str2控格 str3的話呢 我們所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會是這三個直接做一個串接 所以得到的結果str4就等於beautiful 那實際上這邊在做的事情呢其實跟我前面formmatrix所講的差不多 就是一樣是做一個就是矩陣的串接 只是現在我們是進行自串的串接 好那我們一樣可以就是利用二維陣列來儲存兩個以上的自串 但是呢這邊就是要求說每一列的元素個數必須相等 也就是說我們的lens必須要相等 舉一個例子 例如我今天str1如果等於tao str2是is 然後控格控格 str3等於king 所以這樣呢str4如果要做一個就是二維的陣列來進行儲存的話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三個的lens是相等的 所以這樣進行的串接是符合我們的規定的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tow is king 好那我們一樣可以藉由就是char這個指令來儲存多個自串 那如果我們使用char這個指令的話呢 我們的lens就不必要相等 所以一樣如果我今天str1等於tao str2等於is 可是我不加加控格 str3等於king驚嘆號 那我們這邊注意到說我們三個的lens都是不同的 所以str4呢如果我直接用char str1 str2 str3 雖然這三個lens不同 但是我一樣可以進行一個就是二維矩陣的儲存 然後做一個就是矩陣的串接 所以str4呢 最後就會得到tow is king 然後有這個侵探號 好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就是matlab的基本函數 那matlab的基本函數呢 基本上這邊是常見的數學函數 例如expx就是直接打expx 剛好x就是直接打sqrtx 那longx logx還有logx 那三角函數這些就不再做一些贅述 那這邊可以就是特別注意一下是說 取頂的部分就是說我要無條件的做進位 那我們就打一個seilx 就是ceiling的意思 那取底呢就是說我要做一個無條件的捨去 那就是做一個floor的指令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是說 就是我們的三角函數呢 在matlab內建當中都是使用弧度字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用的是 就是度數字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就是sin 這三角函數後面直接加一個d 那他就知道你是要用degree來表示 所以例如說如果是sin的6分之π 跟sin的sind然後30 基本上得到的結果都會是1 2分之1 因為所呈現的就是sin30度 好現在做一個例子 如果a等於1-93567 b等於4925的話呢 那如果做一個absa 也就是說我要把a矩陣當中的所有元素 都做一個絕對值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193567 那如果今天我做maximum absa 就是說我先把a所有的矩陣元素 先做一個絕對值以後 然後我再取它當中的最大值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就應該會是-9 然後取絕對值變9以後 它就會是最大值 那expa呢就是把a矩陣當中的所有元素 取一個exponential 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如這邊所示 sqrtb呢則是說 就是我把b矩陣當中所有元素 去做一個開根號的動作 那sin6分之π呢則是 就是前面所說的 因為我們原本metlab的內建函數呢 就是弧度值 所以6分之π呢 它得到的就會是1分之2 對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是說 就是我們的π呢是 metlab當中內建的一個constant 所以我們不必特別去 就是把π等於3.1415926 就去把它打出來 基本上你當你打π這個時候 它就知道你所指示的是圓周率 那ceiling3.2呢 就是說我要把3.2這個數字 做一個無條件的敬畏 所以就會得到4 那floor3.2呢 則是說我要做一個無條件的捨去 所以這個.2就會被我們砍掉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會是3 好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就是一個常用的 基本函數 就是fine指令 那fine指令呢 可以搜尋取證當中 非0元素 以及該元素所在的行跟列的位置 好如果今天我的指令是打k等於finex呢 那就是說它會找出 x取證當中 非0元素的指標位置 那除非x為一個列向量呢 不然一般我們回傳的k 都是一個行向量 那一樣我們也可以就是 打一個就是 回傳是row跟color 然後等於finex 就可以找出 x取證當中 非0元素的行跟列的位置 好例如今天有個例子 A取證如這邊所示 好如果我今天就是fineA的話呢 它就會找出 A取證當中所有的非0元素 那因為我們的指標呢 它的命名方式是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就是說 當我進行fineA這個指令呢 得出來的結果應該會是 1 4 5 8 8 9 對 就是我們指標命名方式是 這樣的命名 好 那如果我今天用的是 這個row column的回傳指令 然後fineA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它就會告訴我說 是第幾列 第幾行 然後會是一個非0的元素 所以這邊所顯示的話 應該會是 第一列的第一行 所以例如像這樣 得到的結果 row第一列第一行的時候 是一個非0元素 第二列第二行是一個非0元素 第二列第三行是一個非0元素 第三列第三行是一個非0元素 好現在我如果 如果我用 row column 然後 find a 等於等於3 那這邊等於等於實際上就是說 我 a 這個矩陣元素當中有等於3的元素 我要找這個 a 矩陣當中有等於3的這個元素 那為什麼不能直接用等於呢 基本上如果你直接只打一個等於的話 等於是說你再把 a 這個變數再重新做一個命名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 MATLAB 會判斷說 這是一個錯誤的指令輸入方式 所以就會就是拋出紅字 那這邊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地方 所以當我打 find a 等於等於3的時候呢 他就會去尋找說 a 矩陣元素當中有沒有3這個元素 那基本上在 a 矩陣當中 目前我們只有這個 3 3 這個元素是等於3 所以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會是 row 等於3 colin 等於3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找到 a 矩陣元素為3 好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 MATLAB 的繪圖功能 那基本上 MATLAB 的繪圖功能 也是他這個程式一個十分強大的優點 好 首先就是 plot xy 自串 那首先呢 plot xy 自串呢 就是將各離散點 然後做一個連線的 2D 做圖 那自串的表示就是可以 這個自串呢就是用來表示我們的線條顏色 那一般呢我們會用就是他組成的方式 是用顏色符號然後線條形式 來做這個自串的描述 那 x 呢也就是說我們 plot 當中 就是每個資料點的 x 座標 那這就是每個資料點的 y 座標 那 figure n 呢就是說 當我一個譬如說我一個指令當中 就是我有執行當中 我需要 plot 很多張圖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藉由該指令來做一個圖序的命名 例如說今天有一個指令是 如這邊所示 lin space 0到 5 的話 也就是說我希望從 0到 5 取 100 個點 然後第一個呢 y1等於 sin t y2等於 cos t 那因為我今天要畫兩張圖 所以 figure 1 我就要 plot t 對 y1 然後這個 r 一個線呢 也就是說我希望畫一個以紅線來表示 那 figure 2 呢 plot t y2 也就是然後再加上 b 一個減號呢 也就是說我希望畫一個繪出是藍線的形式 所以得到的結果呢也就會像這樣子 第一個 figure 1 呢就會繪出前面所述的 sin 那這邊呢就會說我的 cos 那因為前面就是有 r 減 所以就是紅線 那這邊是 b 減 所以它是一個藍線 好 接下來為各位同學示範第三個例子 今天我有一段 code 它這邊一開始呢 clc clear 當然就是前面所敘述過的 就是 clc 就是清除掉我 command window 裡面執行過的指令 clear 的話呢則是消除我視窗當中 右邊 workspace 的記憶體 那 close all 呢就是指說我要關掉我前面如果有畫圖的圖檔 那今天我提一點 relance space 0到 2 拍 也就是說我希望從 0到 2 拍 然後取總共 100 個點 那 y1 呢等於 cos t y2 等於 sin t 那 y3 呢等於 sin t 加 cos t 那今天呢我有一個 figure 1 我是要做 t 對 y1 的關係 那 figure 2 呢我是要做 t 對 y2 的關係 那 figure 3 呢我是要做 t 對 y3 的關係 那剛才前面也有講到說 figure 呢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我在一個指令當中我希望畫出一張以上的圖的時候 我可以用 figure 這個指令來做上圖序 所以當我做執行的動作之後呢 就會跑出三張圖 那假設說呢我今天已經把圖檔先關掉 那我假設重新想要再看一次我的圖的話呢 我可以框選出我希望它執行的指令 然後按下右鍵 然後 evaluate selection 或是直接按下 f 9 就可以跑出我所希望它執行的這一段的動作 好那這邊就先就是為大家示意一下就是我們 graphics 自串當中的這個指定的方式 例如藍色的時候就是打 b 綠色就是打 g 等等 那符號呢例如說點的話就是一個點 圈的話就是打 o 那 x 的話就是打 x 那線條形式呢例如如果是減號的話呢就是實線 那如果是點線的話就是一個冒號 那點虛線呢就是一個 減再一個點號 那虛線也就是兩個減 好那今天有個指令如這邊所示 那我們看到這邊圖的一些註解 例如說這邊 x label y label legend title 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其實就是加註坐標名稱然後圖表還有文字 那 x label 就是說我的 x 坐標它的名稱要是什麼 那 y label 就是說 y 坐標它的名稱是什麼 那 legend 也就是說比如說因為我這邊 plot 的指令當中 就是有我一次做會了兩個圖 所以就是說我需要告訴說我的 這兩個線分別代表的是什麼 那第一個呢你 legend 當中它會依你 plot 的順序來做命名 所以例如說當我這邊打 sin t 呢 也就是在形容我的 t 跟 y 1 所做出來的繪圖 那 cos t 呢就是在形容我 t 跟 y 2 做出來的繪圖 那這個 location 這個指令呢也就是說 我藉由這個 location 這個字串呢 然後再配上我的 north east 也就是說 我希望我這個 legend box 是在我的東北方 那 title 呢 這個再加上這個 example 的字串也就是說 我這個圖的名稱要稱作 example 好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呢也就會是 因為我之後的 title 是命名 example x label 我是打 ts y label 是 dispm 那我剛剛有說legend 第一個 就是打上的第一個呢就是形容我 t y 1 再會的圖 所以就是紅色這條線 那 cos t 呢在形容我 t 跟 y 2 的圖 所以是藍色這條線 那最後呢我有做一個就是 location 的指令 所以我要它呈現在東北方 所以最後呈現的結果就會是這裡 好 那如果說就是我的plot指令 我不希望就是一次就把所有的圖形 就用一個指令來表示完的話 我可以藉由holdon這個指令 所以來保留我前面圖形的 就是前面所繪的圖片 那一開始呢就是 Matlab它所預測的值為holdoff 那假設今天我沒有做holdon這個指令 它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好 那剛才前面有介紹到說 假設我沒有做holdon這個指令的話呢 它的圖會呈現什麼樣的結果 那基本上呢其實就是說 當我們沒有holdon的話 基本上它就只會匯出 第二個plot指令所出來的圖 也就是說第一個圖 就直接被第二個圖所做覆蓋掉了 做執行的動作之後呢就會看到 就只有T對Y2的關係 也就是說這是cosT的圖形 那如果假設我在這邊加上holdon呢 然後再做一次執行的動作 那這樣就會兩個圖都可以做出呈現 也就是sinT還保留著 然後cosT也被匯出來 好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Matlab的資料輸出 那首先呢我們常用的就是 disp和f分f這兩個指令 那disp呢就是它會顯示文字或是正列 那f分f呢它則是會可以做一個格式化的輸出 例如說今天我有一個x的列項量 叫做13579 那如果我今天做一個指令 a等於NumToString 然後x3也就是說 首先我們看這個指令 先看x3也就是說x3就是5這個數字 那NumToString就是我希望從數字然後轉換為自串 所以現在a代表就是5的這個自串而不是5這個數字 那再來我再命名一個自串名稱叫做str 那str它就是the third number of x等於 然後做一個空格然後接a 那因為a現在它所代表的是5這個自串 所以實際上它所form出來的str 已經是the third term of x等於5 所以當我displaystr的時候 最後的結果就會是the third term of x等於5 那這邊就是可以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說 當我使用disp指令的時候 它自動就會幫我做一個換行的動作 好那如果今天我打的是fprintf等於 fprintf然後the third term of x等於%d 然後左斜線n 所得出來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好 好 因為一般在fprintf當中 有這個%的符號就是在做一個抓值的動作 所以當你在抓值的時候 它就會去從我的痘號後面來抓 那因為x3現在代表的是5 所以實際上它就會把5這個值給抓進來 那這個d就是說我所做的格式化輸出 要以什麼樣的形式來做一個輸出 那左斜線n則是說我要做一個換行的動作 所以實際上它所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the third term of x等於5 對 d是一個實境位的表示 那來做一個換行的動作 所以實際上它所得到的結果 會跟上面所呈現的完全一模一樣 好 那剛剛我們看到說 就是假設我今天打的指令是fprintf the third term of x 然後%d 左斜線n 然後x3 左出來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那基本上剛剛已經說過 就是x3的話它就是抓取x的第三個值 所以就是5的意思 所以the third term of x等於5 然後d呢就是指說我要以實境外來做表示 那左斜線n呢就是我希望做一個換行的動作 所以當我做直行的動作之後呢 就會在command window 裡面看到the third term of x等於5 所以就是說它跟Display的結果是一樣的 好接下來呢就是這邊是fprintf 凡數顯示格式化的輸出指令 那我剛才前面提到的左斜線n呢就是做一個換行的動作 那左斜線t呢就是做一個跳格的動作 也就是我們的tab 那左斜線r呢就是回航 好那如果我今天想呈現的就是自傳當中要呈現的反斜線要怎麼辦呢 那我就直接打兩個反斜線它就會知道說 你今天要呈現的是反斜線 好那再來就是做輸出化的這個格式 如果你今天是打%d呢也就是說 你所要呈現出來的數值是做一個實境位 然後有正符號 那如果是%f呢就是說固定位數 那如果%的小1呢就是說科學記號為小寫的1 %大1呢就是科學記號為大寫的1 那%%呢就是說我的自傳當中要呈現出%這個符號 好 那我們可以用加減符號來控制我們的輸出數字 如果使用符號的負呢就是代表說我輸出的數字要靠走對齊 那如果使用正號呢就是代表說我的數字要顯示出它的正符號 好例如說我今天有個例子 請輸入exp3至小數點後的第五位 好第一個形式呢就例如說我用f.f的方式 那x等於%加12.5f然後左斜線n exponential3 所以所得到的結果呢因為今天看到前面 這個前面這個12呢就是說我的數字要這個自傳要12格 那.5呢則是指說我小數點後要去5位 所以呢因為我今天還有喊一個正號然後做一個抓值的動作 所以實際上呢我們先從這邊數 就1 2 3 4 5 6 7 8 9 所以實際上這邊還會有空了3格 好那如果今天第二個形式我如果打f.f呢 x等於%負正12.3f左斜線n 那exp3它所得到的結果呢就會是完全靠左對齊 雖然一開始的時候我先預留一個12格 來儲存我的自傳 但是因為我有做一個就是靠左對齊的動作 所以最後呢它的空3格就會消失 對然後左斜線n就是做一個換橫的動作 假設說今天我的指令一開始是clcclear 然後a等於exp3 b等於exp5 那假設說我今天要f.f a等於%.6f然後左斜線n b等於%.6f左斜線n 然後抓取a跟b的值 那實際上呢就是說我要做%.6f 也就是說我希望取小數點後第六位 然後左斜線n呢就是做一個換橫的動作 那b呢也是要去抓b的值 那也是一樣要取小數點後第六位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呢 當我做直行的動作 就會得到a等於20.085537 b等於148.413159 那可以看到說這邊一樣 小數點後我都是抓取六位 好接下來就是介紹我們的script跟function 那Malm呢它儲存起來檔案都是一個.m檔 那其中呢又分成兩種就是script跟function 那其中呢因為如果我們常常就是在寫程式的時候 都是直接在command window裡面做一個編譯的動作的話呢 會比較不方便 例如說可能我沒有想要馬上就要做一個就是 run的動作 但是如果在command window裡面就是常常寫好的話 可能就直接就要做一個執行了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script的方式來先寫一個就是script檔 那我們就可以在一次編譯完的時候再直接執行 那function呢則是說我可以必須要有另一個script來呼叫 或是由另一個function來呼叫它 那我們可以藉由在tourbar的地方來直接開啟一個newscript 或是也可以藉由tourbar這個方式 這個地方來開啟script或是function 對那function呈現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成這樣 好那常常呢我們在就是進行 就是程式的編輯的時候 那我們會藉由percent這個符號來表示做 就是來做一個註解的動作 那當我們就是程式有就是變成註解以後呢 它就不會被MANLAB所執行 那主要呢這個註解動作會用在我們的script或是function當中 對那或是我們在tourbar當中也可以看到這個就是這個註解的動作 那第一個就是做註解 第二個就是取消註解 第三個就是某一段要做註解 對那或是呢我們也可以直接選取所要註解的範圍 然後按ctr加r就可以變成註解 然後按ctr加t呢就可以取消註解 好那除了我們剛才前面所介紹的就是 MANLAB本身所建立的函數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就是建立一個使用者自定義的函數 就是自己做一個function 那例如一般的function形式呢就是 這邊會接一個output的argument 當然你可以直接是就是不一定要output argument 那還有function name 然後後面接的是我們的input argument 對那這邊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input argument跟output argument 實際上都是一個形式上的變數命名 所以就是說例如我這邊比如說我命名input argument要等於a 可是實際上我在輸入的時候不見得一定要是 以a的方式來輸入 那例如說我output argument 比如說我原本開始定義的時候是要是y 那我可以不必輸出來的時候一定是要以y這個變數來做一個回傳 好那這邊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的function name呢一定要跟我們出稱的檔名是一樣的 不然就是沒有辦法執行我們的function 對那另外還要注意就是說我們的function name呢盡量不要跟 應該說不要跟我們就是matlab本身已經有的函數就是名稱來做重複 例如說你今天自己寫一個就是function 那我不要故意去把它命名說譬如說sign 因為matlab當中它本來就已經有一個自己定義的sign函數 所以當你在做這個sign的function的呼叫的時候呢 matlab就會混亂說它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呼叫哪一個的sign 好例如說今天有個function是它所出來的output argument要是f 那input argument是c 那是我主要是做一個就是celsius轉換成farenhyde的一個動作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公式f等於5分之9度c加32 好所以今天我有個c呢是10然後就是冒號10冒號60 也就是說我的c是10間隔10然後到60的一個列矩陣 那如果今天我把它輸入這個temperature這個function呢 所以所跑出來的就會是50 6886 blah blah一直到140 好那現在就來為各位示範說我們如何呼叫function 那如果說我們要執行function的話呢 就必須說我們執行路徑已經在就是呼叫function的資料夾之下 否則當我們按下run section的時候就會出現錯誤 或是說如果我們直接按run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實際上它也可以直接把我們的執行路徑換到我們的current folder之下 不過呢如果我們按下run的話就像我前面所說的 它就會一次執行完這所有的script檔 但是因為我現在只想執行這個section之下的指令 所以說我必須使用run section 那也就是說呢一開始我必須要先確定說我的執行指令是不是 我的路徑是不是已經在current folder之下 所以可以在這裡按下右鍵 然後change current folder to mallet example 那假設說我今天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呢 我按下run section 它就會出現警示 也就是說 我這邊並沒有說 把我的執行路徑換到我的目前的資料夾之下 而當我做了這個動作之後呢 按下run section 就可以正確的執行出我的指令 那這邊稍微注意一下的地方就是說 我跟講義上一開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把C換成了A 然後回傳出來呢我把F換成了B 那也就是告訴各位同學說 實際上我們的input argument跟output argument 都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參數宣告 所以就是說不見得一定是你當初定義的 用C或是F 你後來所使用的也一定要是C或是F 好接下來就為大家介紹條件式 就是if跟switch 那if的基本形式呢 就是if然後判斷式 然後再來呢判斷式1 再來會有一個敘述1 else if然後判斷式2 會有一個敘述2 然後再來else敘述3 那當然如果今天如果我們判斷 就是我們的邏輯沒有 邏輯條件是沒有這麼多的話 就只有if跟else這兩個 就可能就不用用的else if 好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我今天t等於40 那我的t是for temperature 那如果今天第一個呢條件是 當我t小於10度的時候 我就要display the temperature is low 那如果else if 如果t大於35度的時候呢 我就要display the temperature is high 那else呢就是說 當我溫度既不小於10 也不大於35的時候呢 我就要display the temperature is cool 所以呢今天因為我會開始先說了 我的t等於40 所以呢就是我的條件是滿足我else if這個條件 所以我最後才會display出來的結果就會是 the temperature is high 好那switch的基本條件是呢就是 switch然後有一個輸入的算式 那case呢 然後switch這張中就會配上就是我們的case 第一個case呢然後有一個敘述 第二個case呢然後有一個敘述2 那otherwise呢就是說 當我前面的case都不符合的時候 會有一個敘述n 然後最後在n來終止我的switch的這個條件式 好那一樣舉個例子 如果我今天就是gender等於1 好那switchgender 如果我gender等於1的時候 這邊要注意就是 我一樣是要打一個等於等於的符號 最主要是因為說當我在做一個 雖然我要表示的是說gender等於1 但是我不可以直接打等於這個符號 因為如果你做 直接打等於這個符號呢 你等於說在做一個重新的變數命名 所以這樣metlab就會有一個 就是他會給你一個警告 那所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 display male 那第二個case呢就是 當我gender等於等於2的時候呢 就會display female 那otherwise呢就是 當我今天case不等於1 也不等於2的時候呢 我就要display not available input 那因為我今天所就是一開始 就是命名的變數值是1 所以我所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會是display amount 好然後接下來呢就是為大家介紹 就是條件式常用的一些指令 例如等於等於呢就是在 它的敘述就是等於 那不等於呢就是打一個波浪號再一個等於 那大於小於大於等於小於等於呢 就是我們平常所認知的 所以這個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我今天就是條件式當中 要做一個且的描述 或是一個或的描述呢 就可以打一個就是and的符號 或是打一個直行的符號 那也可以打兩個and或是兩個直行 都是同樣是表示且或是或 好那今天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我今天a等於1 b等於5 那條件是呢 當我a小於1且b大於3的時候 我就要display high 那如果呢 否則的話呢我就要display by 那今天呢我a等於1 所以不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呢也就是說 我直接就是跳到else這個條件 所以我就會display by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呢就會是by 那第二個例子呢 今天我a一樣等於1 b一樣等於5 但是我現在改成是 a小於1或是b大於3 那所以呢 雖然我的a等於1不小於1 但是我的b等於5有大於3 所以我所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high 好接下來就為大家介紹回圈這個指令 那回圈呢一般我們常用的指令就是for跟while 那回圈呢一般是主要使用在就是說 需要重複性的運算的敘述 所以for跟while主要的差別是在於說 我們for呢是已經知道執行的回圈數了 但是while卻反之 就是我們實際上還不知道我們的回圈要執行幾次 那for的基本形式呢就是我們for 然後會配上一個回圈變數 例如等於p冒號q冒號r 也就是說我從dp一個回圈 然後間隔q一直執行到dr一個回圈 然後當中呢就做一個敘述 然後最後做一個end的動作來結束我的回圈 那while的基本形式呢則是while 然後有一個邏輯算式 因為基本上就是剛才上面有說過的 就是while基本上是不知道有執行回圈次數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只有一個邏輯算式來告訴這個回圈說 當我們什麼時候要運算的停止的動作 那這當中呢就會就會有一個敘述 來敘述我這個回圈 好那接下來舉一個例子 例如我現在呢有一個sum等於0 然後for i等於1到100 然後sum等於sum加i 好那例如說我現在sum等於0 進來我這個回圈的時候 一開始我就是0加1 然後我會等於1 所以我最後就會是1等於0加1 然後在執行第二個回圈的時候呢 因為我現在sum已經變成1了 所以1再跑進來就會變成1加2 所以就會等於3 然後再來呢 因為sum現在已經等於3了 所以再來3加3就會等於6 所以依此類推呢 實際上我就是一直在做一個就是累加的運算 所以就是1加2加3 一路的加到100 所以實際上我們就會知道就是 有高四公式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5050 好再來第二個例子呢 就是說當我a等於1 i等於1的時候呢 然後while a小於11 那我就要print說 a%d 然後抓a這個值 然後a等於a加3 i等於i加1 所以就是說 a等於1呢 我就可以讓我進入這個回圈 因為我現在1小於11嘛 所以接下來我就開始進入這個回圈 第一個 一開始a進來的時候 我先做一個列印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呈現的值呢就會是 a等於1 好 然後再進行 就進行a等於a加3 所以現在a已經等於4了 然後i就等於2 好然後再來4呢進來以後 那因為4一樣小於11 所以我可以再次做一個 輸出值的動作 所以a等於4 然後再來呢 a等於4再加3 所以就變成7 所以一樣呢它會重新再進入這個回圈 所以就會列印出a等於7 好然後這個7呢再加3 所以會變成10 然後10一樣可以來進入這個回圈 所以a 就會等於 它就會印出a等於10 那接下來呢 10再加3就變成13了 所以當它結束完這個回圈 再過來一次的時候 13已經不小於11 所以就不會再進入這個回圈了 所以最後呈現的結果呢 就會a等於1 a等於4 a等於7 a等於10 那how about the value a at workspace 那因為剛才實際上 我們a這回已經執行到了10加3 所以我們在 workspace當中呢 應該會發現說我們的a 應該是等於 13的 好 各位同學可以回去試試看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剛才所講到的 while回圈的指令 那假設我今天a等於1 所以a小於11呢 我就會進入這個回圈 那開始進行列印的動作 所以得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得到說 a等於1 a等於4 a等於7 a等於10 然後我們看我們的 workspace 那 workspace呢 也的確剛才 如我所述的 a就是等於13 好 那我們常常會利用break這個指令 來終止我們for 或是while的回圈 那如果是朝上回圈的話 則是會 當我們使用break這個指令的時候 它就會從內圈跳到外圈 那continue則是說 我們可以略過回圈內 continue指令之後所接的敘述 然後直接跳到end 然後就執行下一個回圈了 好 接下來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 今天如果我是a等於0 b等於0的話呢 那for i等於1到10 然後做a等於a加1的動作 然後做一個break 也就是說 一開始我a等於0 進來 0加1等於1 所以現在我的a已經是1了 但是我馬上就碰到這個break 所以實際上我就直接從這個回圈跳出來了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會是只有a等於1 然後b這個運算根本就沒有被做操作 所以應該是a等於1 b等於0 那i呢就是我實際上進入第一個回圈以後就終止了 好接下來看第二個例子 那我今天a等於0 b等於0 但是我 我一樣是a等於0 b等於0 那我一樣是做10次的回圈的動作 那首先呢我a等於a加1 然後分號 然後做一個continue的指令 然後再來b等於b加1 那因為剛才已經說過 當我們有continue這個指令的時候呢 他就會忽略continue指令之下的回圈動作 所以也就是說 我實際上的回圈執行只有從 就只有執行a等於a加1這個動作 所以當我a等於0進來以後 就會做0加1 然後a等於1 一路加一直加到10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會是a等於10 但是因為b這個運算 就是因為有continue這個指令 所以做一個略過的動作 所以b一路為10的為0 那i呢最後就會是執行10次 好接下來就為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要break這個指令 那首先呢我先打clcclear 然後今天a等於0 b等於0 i等於1到10 那剛才前面也講過的 當我 a等於0先進入的時候 a就變成1 但是他一碰到break以後 他就會跳出這個回圈 所以就是說他的執行動作就結束了 我們按下run section 就會發現說我的workspace當中a等於1 但是b等於0 因為b實際上還來不及進行執行 它就已經被跳出回圈了 那i呢就是指出我的回圈總共只執行過一次 好接下來就為各位示範continue這個指令 那首先呢我前面也是跟上面一樣 就是先clcclear 那a等於0 b等於0 那首先a等於0進入的時候 執行第一個回圈 a等於a加1 所以現在a已經等於1了 但是我碰到continue這個動作 所以continue之後的指令就直接被掠過 然後來到了n 所以我開始進行第二次的回圈 那a又再度加1 所以現在a等於2 然後再來又碰到continue 所以b這個指令又再度被跳過 又來到n 這樣重複的執行十次呢 就代表說 a一路從0加到了10 但是b卻一次都沒有被加到 所以實際上最後呈現的結果呢 當我按下run section 就會發現a等於10 但是b等於0 那i呢就是指說回圈執行的次數 總共執行了十次 好然後最後就為大家介紹 Mealab的匯入資料 那首先呢 如果我們想匯入的是 就是excel的格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借由 xlsread這個指令 來做一個匯入的動作 那如果 例如說一般我們在load 比如說我們要匯入的是 txt 檔格式的時候呢 我們常會用load 或是import data這兩個方式 這兩個指令 來做一個匯入的動作 那我們這裡呢 就用一個 就是做一個import data的例子 好例如說我今天這個 這邊有一個 檔名叫24503600.mns 的這個txt檔 那我希望把它這個數值 就是匯入我的meta當中 那我就藉由import data這個指令呢 然後來將我這個檔案匯入 好那這邊呢 就先看到說 就是24503600.mns.txt 那就是這邊要注意的是說 這個.txt一定要打 不然就是mealab會不知道 你所讀的檔案是什麼 對 那這邊呢你有看到 就是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我藉由引號 然後做一個空格 然後再引號 然後就是豆號11 那實際上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因為從第一行 就是從這個station code 然後移入到這個data cf10.3 總共有11行 那這個指令的動作呢 就是說 我希望忽略前面的11行 然後從第12行 才開始做這個資料的讀取 所以最後呢 我所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 如這邊所示 那也就是說 我成功的把這些資料 從我的txt 然後匯入我的 這個mealab當中 好接下來這位 各位同學介紹 import data 那首先呢 當我們要進行 import data這個指令的時候呢 也一定要先確認 我們的執行路徑 已經在 就是匯入資料來源的 資料夾當中 否則當我們按下 run section的時候呢 一樣也會出現錯誤 那接下來呢 就來示範一下 按下run section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eqdata eqdata就是已經從 外部的txt檔匯入它的數值 所以可以看到說 我們成功的把數值 從txt檔 抓到了mealab當中 好那如果今天我想執行low的動作呢 那我就是直接 首先我這邊的edit呢 因為我已經把前面的文字的部分 先做刪除了 所以現在我就可以做low的這個動作 因為基本上low的呢 它是沒辦法 就是去讀取我們的文字的這個部分 所以基本上如果當你要做匯入的話 只能有數字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low我這個2403600 edit的這個檔案 那跑出來的結果呢 實際上會跟前面的eqdata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現在不會有跟 前面infor data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 就是struct的這個格式 好謝謝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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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